现在我们要来制作一杯很香浓的木瓜牛奶 那如何制作 我们先来介绍如何来挑选一个木瓜 一般来讲请你到水果行去挑选的时候 请你尽量挑它整颗都是黄色的 越黄的越好 但是不能黄到有一点烂掉 因为有些人会去买说有一点烂掉 或者是撞坏的 那样子的木瓜其实打起来会有一种不好的发酵的味道 它比较不好 请你还是要选尽量是新鲜健康的木瓜 那它是比较黄 然后请你拿起来之后 摸起来它整体感觉是有点带软性的 它是有点软软的 而且表面尽量是要漂亮光滑 不要选受伤太严重了 这样才是一个好的木瓜 那至于黄肉或红肉都没有关系 都没有关系 只要它熟了其实它都会蛮甜的 它香味也会很好 那现在我们再来介绍怎么样来 削我们的木瓜 第一件事情请你把这个地头 先把它去掉 完了之后呢 你可以用刮皮刀 你可以使用刮皮刀 或者呢你可以直接用刀使削 刮皮刀有一个缺点 就是它削下来的皮会比较薄 它削下来的皮很薄 那残留就会有比较硬的肉的部分 那一部分打起来会比较不甜 那一部分打起来会比较不甜 所以用菜刀削有一个好处 就是它可以带少量的肉下来 你可以看一下它会把少量的肉给刮下来 这样子才能确保木瓜牛打起来 才会很香很好喝 然后我们的量不需要很多 所以老师它现在只要取一半下来就好了 我们现在取一半下来制作就可以了 好 这时候请你准备一个碗 我们把这个纸的部分把它刮下来 把这纸的部分全部把它刮干净 好 完了之后呢 把木瓜切成条状 好 我们做一杯500cc啊 我们做一杯500cc 所需的木瓜不用很多 好 不用很多 大约就是这样 就这样两条就够了 这两条大约在130公克左右 好 这样子就够了 因为木瓜它属于肉质性很丰富的水果 如果呢 你想说我要喝浓一点加太多 那你打出来之后会太过浓 会有点像果冻 而不是木瓜牛奶的感觉 好 那我们把它对切一半 我们把它对切一半 好 那等一下我们就可以拿来制作 来做木瓜牛奶 现在呢 我们就来开始来做木瓜牛奶 好 首先我们把这已经凉好 然后取下来的果肉呢 把它加进来 好 然后呢 我们把牛奶加进来 牛奶的量啊 大约是6分满 就是我们准备要盛装的那个杯子的6分满 把它装进来 好 然后呢 这时候呢 要请你在这里面加入少量的冰块 因为果汁机在高速运转的时候会产生热 这样的热呢 会破坏水果里面的丰富的维生素 所以呢 我们加一点冰块 除了冰冰凉凉 比较好喝之外呢 还可以防止它的维生素流失 好 那这里加的冰块啊 大约是我们整个杯子的三分之一杯 好 整个杯子的三分之一杯 好 这时候呢 我们就把糖加进来 好 我们加进来的糖呢 好 大约是16克 好 大约是16克就可以了 好 这时候就可以拿来开始打我们的木瓜牛奶 我们打木瓜牛奶啊 一般我们大约打的时间啊 差不多在一分钟到两分钟左右 那要怎么确定说它好了 你要从杯子里面看 就木瓜呢 它已经完全看不到果粒了 才可以停 你一定要全部打成无果粒的状态才可以停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木瓜牛奶倒出来 好 夹上吸管 这样子就完成了我们香浓的木瓜牛奶 Pastor 太过了 点 magnes 完整 好 入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